2022年7月24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A股下周策略会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周二变盘时间窗口 风险大于机会 少量参与 等待上车信号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从这组基本面的数据 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能量图 瞧 通过这个数据 这是一系列的数据 看最下面这一行 上周两市成交 出现了一个萎缩 这不这里吗 出现一个向下箭头 4.93万亿 上证指数 周上涨1.3 但是创业版跌了是0.84 这不是出现一个向下的箭头吗 那这个数字是什么 大家瞧 涨跌加幅比 涨跌加数 上涨的3600多只 下跌的只有1000只 这个数据比较好 这个是能量啊 正能量 那涨幅超过10%的 在这呢 是470多家 那么在这跌幅超过10%的 只有31家 这个数据比较好看 所以他们都得出正的 尤其是涨幅超过6%的 达到了1200多家 上一周涨幅超过6% 只有400家 而下跌超过6%的 有1000将近100家 跌幅超过6个点的 有118家 通过这个能量图 我们能发现 主力 还有这些机构 他们也非常犹豫 因为这个位置 没有一个方向感 你看 既要领会上面的 叫做发展的一个总要求 又要充分理解 不搞这种刺激的大动作 这个精神 所以他们很迷茫 那么短线看 写在这呢 向下调整 中线看 这个位置 还是在反弹修复当中 那么修复之后 上涨的概率才能大 那我们再回看一下 7月3号和7月10号 还有这个7月17号 这几天 我们不都做策略会了吗 每周一次 是怎么讲的 来 我们看这 日线图放大一点看 在这的时候 7月3号这一天 当时我们的策略会观点是 多空分水岭 小心被套 就是7月3号这一天 就那个时候 咱们做出的策略 7月10号这一天 是延续了7月3号 叫多空分水岭 小心被套 这不在这个位置 我都开始检仓了吗 而上一周 7月17号 咱们的策略是 黄金分个位 下面这有支撑 这个位置 有指跌迹象啊 短线 我们要积极参与强反弹 所以上周的 一二三 这三天出现了 一个三红兵 那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 这个过去的三周 这个策略 咱们是这么制定了 我也基本做到了 知行合一 你看 在这高位的时候 7月3号附近 7月4号 7月5号 我都开始减仓了吗 从92.6% 一下子减到了 25.8% 现在是剩这些 那么通过 现在的复盘 我们看 以上的观点呢 还是比较客观的 那么 按照这个逻辑 这个思路 那么 本周的观点就是 周二 是变盘的时间窗口 风险可大于机会呀 少量参与 等待上车信号 我们再说说 消息方面啊 记住把它放在这 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 乌说 只要没有打败俄之前 那么不谈判 因为它背后 有老美的受益 这个它很坚决 再说 美国那边说了 通胀恶化 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又再提高啊 它指的是加息额度 加息度 现在已经超过了 50个基点 有人说可能是75个基点 这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有人说 这可能有可能是100个基点 这个概率的无大 但是也有啊 这个加息是周二晚间公布 周二晚间 他们晚间就相当于 咱们得到周三的早晨 凌晨4点钟 到时候股邦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播出来 它到底加多少 这个会直接影响股市的 不过以往一加息 公布完之后啊 何比就像 他们加息公布之后 哎 那个股市反而大涨 咱们这边也是 人家周二晚间加息 咱们周三 你看 准的股市也出现 一个大的反应 那么再说 日本要把核污水 记得过 他们那不有核废水吗 已经通过政府的批准 法案已经通过 要排向大海 你说这哪能行呢 瞎搞啊 再说 美那边的老拜 这不是这个新冠阳吗 咱们不能多说 只是说 现在这个 这些个挺扰动市场的啊 那好 再说说国内的重磅 我们国家大佬不说了吗 不会为了高增长 这个目标达成 而出台超大的规模 刺激措施 啥意思啊 这不就是咱们刚开始说那个吗 好了 不能解释 再说 科创板现在 做市场制度来了 这都是上周的 这些个啊 大的消息方面 就连公墓 持仓 勿破了 1700亿 这是又一个新高啊 公墓 那么再说 中正一天 指数期货和期权 这不是上市了吗 像量化 私募 这些个都在积极布局 这些都是对冲产品 朋友们 大家不太懂 因为看不着 这个跟咱好像没啥关系 那么 他们为什么要积极对冲呢 我们从这个思路 对股市就有影响了 如果他们担心 这边下跌 他就买那边对冲 对冲就是做空吧 如果一旦那边做空 那么就相当于咱们股市在那边 明明应该是小跌 小震荡 它就会出现一个暴跌 这就是对冲 好 我们再说 旺科A 分拆万物云 到境外上市 到哪 到港交所啊 那么不管怎么说 你像还有一些个 跑到这个瑞士去上市的 还有到英国的 还有到什么 好多地方 现在咱们给外面 都在办一些个 境外上市 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美国 那边有三百多家 中概股 现在叫预退市吗 懂吧 哎 这个就为那些做准备 光一个北教所承接不了 那好 再说房地产方面的 北京宣布 9月开学期以后啊 全市的这个老师 教师要轮岗 哎呀 这下子把那些买学区房的 可斗了 所以这个房子 你说到底是什么推高的呢 是学区房呢 还是说地段呢 咱们也搞不懂 但这个问题 马上就会影响到故事 那么再说 我们国家上周报的首款 国产的国产 记住这是关键 叫计算软件 一个得到了一个大的成功 什么东西呢 叫北泰天元 这个研发成功 它主要是数据科学方面的计算软件 这个是在科学计算领域方面呢 相当于根技术的一个突破 对大国重器 科教新国 这才是答应的 我们说话得有底气嘛 那好 再说 二十七个部门一起发布了一个意见 就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一些个文化贸易 这些个产业领域的企业啊 上市融资 同时还鼓励他们到海外上市呢 好 再说旅游发展的纲要又引发了 像要优化一些国内的节假日 而且在节假日的分贝上这个格局 要出现一个这方面的调整 看看这个问题能究竟怎么发酵 为什么呢 旅游 这个就是一个消费嘛 大消费 现在经济的三架马车 投资 出口 消费 这个消费上不来 不行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想尽方法 想尽 想尽各种方法的促进啊 好 再说我们国家出台了 黑土地的保护法 八月一号正式实施 啊 那么在这期间周五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 什么污水处理啊 包括这些个排放啊 尤其是回收啊 就是这些个电池回收 那这个无可大咱 而且一大票还涨停板呢 其中还有一个二十厘米的 啥意思 这就是节能环保一类的 不过跟节能关系不大 主要还是说这些个废物处理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乱扔的话 那不直接影响土地吗 土地什么酸碱化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加剧 好 综上所述 这么多啊 这么多消息 我的观点是 周二变盘时间窗口 风险大于机会 少量参与 等待上车信号 那我们再从技术面上 看一看 先从这个日线图 我们瞧 分期加大呀 这不出了一根仿锤线吗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仿锤线的意义呀 仿锤线就是上下影线长 中间呢 有一个小尸体 这个就像仿车 那个仿锤锤线一样 就这样 这个叫仿锤线 这种东西就是分期加大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 从日线级别上呢 大家瞧 如果这是一轮下跌 算是A浪下跌 现在技术下跌呢 是三浪吗 A B C 是这样的 A 下跌 B浪是反弹 可是我们看一看 这个低点和这个低点 差别不太大呀 那么你再看创业板 那更是乐得很大 对吧 瞧瞧 创业板 是什么 这没有什么A浪B浪啊 是横着的 所以现在分期很大 那么在这种分期大的情况下 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看 二浪不是二浪 这是假如是二浪下跌 或者这个地方是B浪反弹 二浪也不像下跌 是B浪也不像反弹 那么周线我们再看一眼 通过周线图 现在是这样的 这可是一个 大家看后面这个 主要是看它 这可是一个下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形态 可是 看不看到这个上影线 如果这个上影线变到下面 像我这一样 是个下影线 那这不是一个止跌起稳信号吗 可是这个上影线 就这个影线跑上面去了 这就代表着 这个起稳的呢 不确定 如果这个上影线变成了下影线 那可好了 那不是一个起稳信号吗 我们再从60分钟图上看 来 60分钟图 大家瞧 这是什么走势呢 如果放大一点 你看 本轮从这起涨上来 然后到上面 60分钟图 这是下跌的 一二三四五浪啊 那么60分钟图 放大一点看 一浪下跌 二浪上涨 三浪下跌 四浪反弹 五浪下跌 必须得跌破低点 得跌破 才能算五浪 那么这不就硬是了 这是一个短线的下跌突中吗 这跟咱们能量图的结论 哎 这不又是一个相互验证吗 我们打开能量图 大家瞧一眼 能量图怎么说 放上面看 来 大家看 能量图 分期加大 短期看 向下调整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不是60分钟图 短期吗 短线是不是向下调整啊 是这样 所以呢 在这呢 他们就是这种数据统计 和这种图形学 相互验证 这个呢 成功率 或者是这个可信度 更高一些 那么中线上 刚才我们也看到中线图 中线呢 是处在一个修复当中 如果 大家看啊 如果这个不是红颜色的 是绿颜色的 是向下的 那么就是下跌突中 如果这个红颜色的上影线 变成了下影线 那就不是修复 那就是起稳 朋友们 那好 我们再看日线图啊 通过日线图这个位置 大家瞧 这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 是在3341点上防 到3355点下防 这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这个跳空缺口 对于 下一周的上涨 构成了一个压力 那么 假如我们要是摆当前的局势 看作成是一个避浪反弹 它会影响避浪反弹的 这个上涨的速度 如果这个避浪反弹 要是速度能快的话 快速突破这个缺口 甚至一举突破 前高3424点 那么 未来的 C浪下跌 啊 未来的 未来的 C浪下跌 它就会 跌速 不快 或者是 跌速 很缓 那么就 咱们呢 就比较放心 但是这个位置 一旦要是给这个位置 要是 再磨叽磨叽 那拐头向下的话 那这一波的 C浪下跌 速度非常快 而且非常猛 所以 大家要听明白这个啊 那么我们担心 它速度快而猛的下跌 所以 我按照之前 制动的策略 啊 我基本 咱们已经做到了 知行合一 把仓位 从92.6% 已经降到 25.8% 如果 完全 按照 这个知行合一 那应该是空仓 现在 现在空仓阶段呢 也就是盘总 做点什么 导短差 T加零 因为有一些东西 还能T加零呢 就是港股那般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ETF 那能做T加零的 但是 现在如果说 有一点小票的话 也可以 今天买 明天卖 快速的 这个也不占仓位 也挺好 综合上所述 我的观点是 周二 变盘时间窗口 那么风险 大于机会呀 少量参与 等待上车信号 好 我们再去看看 热点挖掘 现在汽车 倒了 那么 谁能成为新赛道 这个 是大家一直的关注的 你像昨天的 这个一些个 环保 不也干起来了吗 像一些超跌的 现在也在往起上 但是呢 更主要的 你像半年报 现在还没开始炒 或者是炒的 现在大家都 把它忘了 因为这个下跌的时候 你炒什么 也不太能好弄 而且呢 像资产重组的 那现在也在卧岛当中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里面 挖掘热点 就是超跌的 和资产重组的 还有年报预期 就是有业绩支撑的 那好 说说我具体操作啊 我现在的仓位是25.8% 上周周五下午 来大家打开周五下午啊 看 周五下午 就这一个快速冲高 如果这个位置 要是往后错半个小时 快速上涨的话 或者是说 在这个位置不涨的话 在这儿我就加仓了 这个位置是一个 确确实是一个抄底的信号 但是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黄金两两半的出现 它出现了快速冲高 那这个位置可是一个 做T加零 就是摆 我把T加零的东西 全都踢出去了 所以才剩下了 25.8%的仓位 为什么呢 大家嘖嘖舌 因为这个快速冲高 那会 你看结果是这个 就走出了这么一个 长长的下影线和上影线 这是个风水线 假如这个位置 是一根光角的 一个阴线 倒不害怕 现在要出现下跌 不可怕 出现可怕的就是 次涨飞涨 或者出现一根小阳线 所以呢 在周五下午的时候 这个位置冲高了 我在这儿 都踢出去了 现在的仓位 25.8% 现在都有 食品饮料的ETF 半导体ETF 还有教育ETF 这都是ETF 还有元宇宙和反电池 我现在 最看中的就是反电池 我认为这个呢 能跑出新赛道 主力赛道嘛 那么现在呢 我还得观察 就不是周二以后变盘啊 我们这 有上车的时间 就是这么一个信号 一旦上车信号发出来 那么呢 我们得摆这些个热点 抓住啊 还得从这些超跌反弹当中 而且呢 有半年报业绩支撑的 并且 它能站上点重组 这就厉害了 所以下一周的时候呢 我等上车信号 是最重要的 同时 盘宗看能做一些 能T加零的东西 然后 再关注 刚刚我说的这几个 重点品种 我现在不盯上反电池了吗 我是古邦 喜欢的 加关注 明天早上 我们还有早播报 会把今天 发生的一些消息 还有外面发生的消息 就是外盘的消息啊 梳理好 总结好 然后 明天早餐 用早播报的形式 分享给朋友们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